在布兰星五大神族中 水神一族天生能够制造出 具有治愈能力的水泡泡 他们负责着布兰星上 所有的医护工作 快点 不然我们就迟到了 这是咱们第一天去医院报到 好期待呀 吃空了 快躲开 老爷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一点小小的擦伤 没什么大碍 水灵灵快点 要迟到了 等等 我先弄老爷爷出零下伤口 水晶水浴 好了 按照医书 这段时间要尽量不要让手湿水 不然会发炎的 再见 现在的年轻人还不错 听说院长是个很奇怪的人 噓 有人来了 嗨 你们好 我是这里的院长 是老爷爷 没错 是我 刚才你们走得太快 我还没来得及道谢呢 不用客气 院长 你的手还好吧 说起我的手 感觉痒痒的 怎么肿成这样 我所有步骤都是爱因书上处理的呀 一定是我刚才把润伏水当成消炎药水涂上去了 什么 水灵灵 你怎么又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怎么 看来她经常犯错 不是这样的 水灵灵灵得过要学优秀奖 医疗特等奖 急救竞赛第一名 它是我们中成绩最优秀的 成绩并不能代表一切 能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才是真正的智慧 是的 院长 身为一名救护员 如果紧急关头不能把知识发挥出来 那书就白学了 报告院长 能源中心遭到袭击 现场多名警卫受伤 马上全员出动 可其他救护队还没有回来 恐怕人手不够啊 你们两个也跟上吧 是 雷震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已经活在世以前的我了 八部宇宙通缉令 一定要抓住他 雷震震 不好了队长 能源中心被雷震震破坏的非常严重 随时会坍塌的 跟我来 立即疏散所有人员 里面什么情况 大楼倒塌 警卫队的人为了疏散群众被困在里面了 立刻挖开通道 拯救伤员 是 大家快来看 这里有个通风口可以进去 急救手册第七条 救人要紧 我要先进去了 等等 这个通道随时会倒塌的 糟糕 要倒塌了 看来马上是太冲动了 做事那么冲动 只能靠他自己了 我们尽快挖开大门去救人 我的腿好痛 大家坚持住 救援队很快就会赶到的 救护仙前队水灵灵前来报到 是救援队的人 太好了 终于得救了 你好 我指警卫队队长 请您带我们离开吧 这 我是一个人进来的 而且进来时的通风口已经倒塌掉了 这么说 你跟我们一样 也被困在这了 大家别急 我先帮你们治疗吧 水星痊愈 感觉不怎么疼了 看来救援队的人挺可靠的嘛 不过 我伤的是右腿 你怎么抱在了左腿啊 我的手肉伤 肯定把我的头绑了 不好意思 弄错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 什么 第一次执行任务 怪不得毛手毛脚的 我们真的能指望他吗 我重新给你们包扎吧 熊呼吸 冷静 我一定要冷静 记住院长说的话 身为一名救护员 要时刻保持冷静 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 才是真正的智慧 好了 这次好多了 太好了 大家别慌 刚才只是小部分的坍塌而已 请注意 请注意 三分钟后将启动次报程序 什么 这里要爆炸了 一定是刚才的塌陷 造成机器的弱 这下糟了 能源中心所有的能量都集出在了这个能源警惕 现在 它已经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了 怎么办 快开 那出现了缺口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从那出去啊 快 快 等等 通道口太高了 只有三分钟 根本不够全部上连撤离 那怎么办 说不定 救生手措上有办法 没有 还是没有 都什么时候了 还翻书 这情况能一样吗 书袋子 有超能板 什么 不能等了 我要强行打开缺口 身为一名救护员 要时刻保持冷静 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才是真正的智慧 对 我要冷静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队长 请冷静点 你这样下去 只会再次引发潘碳 水之盾 还好赶上了 谢谢你啊 水灵灵 有办法啦 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逃出去 但我只要让那个炸弹逃出这里就可以了 这是唯一的办法啦 相信我 水泡泡 加油 水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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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了 尽快下了 看完 火锅 euh 哦 啊 啊 啊 危险 弹力气炮炮 什么 lympho 就这样 水灵灵不仅救治了伤员 还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她的行动得到了整个水神族的尊重和信任 并且最终选她成为五星战士之一 等待水灵灵的将是更大的考验 香雪了 是啊 春节快到了 不如把基地装饰得美美呢 我们也过个春节 太好了 我们再逃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你去把那里补好吧 好嘞 包在我身上 天下 这是螺丝钉 不是普通的铁钉 不能用蛮力打进去的 看 只要用螺丝钉 就可以轻易地将它拧近木板 哦 原来如此 遇到问题要多观察 多开动脑筋 木屯屯 你没事吧 放心 它只是暂时晕倒而已 很快就会醒过来 嗨 代表智慧的窒息小灵珠出现了 赶紧前往目的地吧 那 木屯屯怎么办 不能丢下它 不管 我们带上它 交给我吧 大家坐好了 出发 哇 真可惜 朱刀刀 把你的灯铐关了 快要亮相我的眼睛了 哎呀 太陡了 我关不掉 这里是 这里是美国大峡谷 又叫科罗拉多大峡谷 是世界七大自然界奇观之一 你们要找的小灵珠 就藏在这条峡谷的里面 啊 好嘞 还是行动 多好痛啊 我怎么会在这里 木屯屯 你终于醒来 你们是什么人 我怎么会在这里 哦 对了 我的任务是寻找小灵珠 我得赶紧 木屯屯 你等等 放开手 我不认识你们 别挡着我这些任务 怎么回事啊 难道木屯屯屯失忆了 失忆 大家别慌 有博士没男士 这是我最近研发的记忆恢复头盔 我们赶紧去找木屯屯吧 好 发现了 发现五星蚂蚁的动向了 他们果然去寻找小灵珠了 我终于赢了一局了 居然趁我不注意 笨蛋 就知道玩 赶紧行动啊 书了 就把笔记 我的任务是寻找小灵珠 根据支雷手表的指示 小灵珠就在这附近啊 是木屯屯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 正好 先解决一个 看我发明的百发百中高压电击枪的威力吧 是谁出手救我 怎么办 被发现了 原来是你们救了我 对了 我们是认识的吗 我们是你的同伴啊 你不记得了 同伴 对呀 我们被派来地球一起执行寻找小灵珠的任务啊 我记得 自己确实有这个任务 这就对了 我们呀 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瞧 咱们的合照我一直戴在身上 怎么上面只有你们两个 因为当时拍照的那个人就是你嘛 别在意这些细节了 这么说 我们真的是同伴了 生荡了 这家屋比我还准 有人帮忙该路就是好 找到了 这些好像是神头被缠上作惨了 那怎么办 木屯屯屯屯 你忘了 你可以跟植物沟通的呀 有这回事 我好像真的听到了树腾的心声 成功了 拿到了 太好了 你们这么了解我 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当然了 赶紧把小灵珠给我 等等 木屯屯 我们才是你的同伴 胡说 不信 你站上头盔 就能恢复经意 这是什么 破头盔 太不经衰了 木屯屯屯 它们就是害你失忆的凶手 终极恶人刺小强 林木召唤 林木召唤 木屯屯屯 已经遇 programed 快醒醒 跟着被ø e 挨 tenants 等着被埋吧 我们走 我怎么会在这 大家都没事吧 我马上想办法救你们 你总算记住我们了 怎么办 五星召唤 银鸡马 爱心的呼唤 神怀战神 我来拉你们出来 完了 现在你又先进去了 怎么办 冷静 我要冷静 要学会用脑 可以轻易地把它拧进木板 原来如此 对呀 可以利用福利 水灵灵 你快制造出多一点的水泡泡 我明白了 福利水泡 神木召唤 真多了 发现逃跑中的敌人 交给我们 弹土飞锁 灯灵呢 我 local 微毛腿 vedere 你的rian 火群灵 你自己那 börjar了 如果能 out 这是我 是代表智慧的小灵 灵 幸亏刚才木头顿够聪明 把我们救了出来 都怪我失忆 累了大家 不 这次全是你的功劳 要不是你想到办法 我们早就被埋掉了 小明珠找到了 任务完成 我们回去咯 这里是哪里呀 我是谁 我怎么记不起来了 怎么办 轮到老大失忆了 对了 装机说不定 能让他恢复记忆 竟敢打我 你一定是我的敌人 不 我是你的同伴 别跑 这些闪闪曝光的东西是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不爽 老大 我不是你的敌人呀 我此次的闪替早就会是谁 我就给你回荐了 我走的闪替早就跟你过来说不过来说不过来说不服气